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 但这个目标呢 时常也会吓到我自己 我是代表一个青年群体的 我就需要将青年群体的所思所想所作 报告给社会 报告给国家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生意是这样 哈喽 雨菲 嗨 姐姐早上好 我第一次来你们这个训练馆 所以你一般平时都会做哪些运动呢 这已经开始了 我一般先做一点静态的 把自己的关节啊 韧带什么拉拉开 然后在这片空旷的场地上 就可以做一些跑跑跳跳 这些激活心肺的一些项目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主要内容了 哇塞 这是上大重量了 是不是 所以你能拿到哪儿 我可是撸铁女孩 你能做到25是吗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都拿不起来 你是拿这个做那个蹲吗 还是什么 都会有下肢力量下蹲 包括上肢的银体 负重银体都会有 你是一边一个这个呀 做下肢会一边一个 我会给自己定那种 一节一节的目标 首先最低的一节就是 我希望我的200米典泳 可以继续缠连 然后其次再往上 就是希望我们短距离典泳项目 可以实现金牌的目标 因为至今为止 中国游泳还没有拿到过金牌 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希望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 就被后人回想起来 中国游泳的旗杆 那有了这个全国人代表的 这个新身份之后 你会怎么样把这个身份 和你拥有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平衡呢 我认为运动员是我的本职工作 无论我有多重身份 最重要的还是我的本 所以在保证我训练成绩的同时 我会去网上啊 或者私下里跟妈妈妹妹 他们就是我第一参考人 因为他们离我最近嘛 妹妹在上初中 我就会问她 我说你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你会希望老师给你什么样的锻炼方法 或者说学习方式 你想去学什么 然后包括妈妈也是干了 将近三十年的一线体育教师 我就问她 你希望我们学校 我们社会基于你什么帮助 你想去做些什么 能去帮助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们 我有很多朋友在学校里面当老师 就是多跟他们交流沟通吧 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希望国家社会对他们有哪些帮助 然后宇飞作为一个 第一次参加两会的代表 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啊 我觉得我做了还蛮多准备 因为第一次参会的话 想的还是蛮多的 首先肯定需要一套端庄稳重的西服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你西装是什么颜色的吗 我不想要传统的黑色 因为我觉得那太沉闷了 没有年轻人的朝气 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的 色彩元素在里面 所以她还正在做 然后就是我要上会准备的议案 首先自己呢 是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出身的 我还是希望说能用自己专业运动员 这么些年积累的一些经验方式方法 去传播给我们的青少年 无论是我们社会青少年 还是我们竞技体育的青少年运动员 我都希望用这些方式方法 能反哺到他们 为我们的国家提醒建设 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次我们还会采访到其他的代表吗 你有没有什么话 或者什么问题想要问他们的 请其他代表多多包容我 多多指教我 因为我毕竟只是在运动员 在体育这个行业里面 我还是希望能多学点 除体育之外的知识 所以请其他代表 就是能多多指教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